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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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从小就是闺蜜 而且米娅和那几个家族企业的子女 平时也都玩在一起 她说愿意为我引荐 家姨 你能帮我 我很感激 但是我做事情有我自己的原则 我不希望把私人关系 带到工作中来 还有 我真的不想用你的资源来帮我 你知不知道我爸为什么为难你 就是因为他知道了我对你的感情 为什么他能带着私人感情做事 你受到责难 却不愿用私人关系解决 在工作当中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我都有能力去解决 最重要的是 黄董现在已经怀疑你我之间的关系 这个时候 我们不能受人语辟 可我就是喜欢你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打算永远躲着我吗 我也喜欢你 但仅仅是上级对下级的欣赏 不 你对我的喜欢就是爱 明明白白地爱 佳怡 你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男人会不为你心动 我是有老婆的人 我没有资格去爱你 你今天怎么回来了 我们居家要回哪儿了 回家还有提前给你打招呼吗 你现在不回家 也不提前跟我打招呼啊 包都接不住啊 你抬抬手就能放桌子上 这种事 果果都不需要人帮忙的 回家 我已经和米娅约好局了 这次的事是因我而起 我不会让你孤军奋战的 你最近是不是又瘦了 没事多敷敷面膜 那肯定是不好 跟那些二十几岁的小姑娘比的 你不也一样吗 一九度也出来了 脸上皱纹也多了 我是男人 男人也不靠脸 靠的是实力跟地位 也是 但是怪不得男的越老越吃香 我就应该跟你们方舟 那些太太们学一下 没事跑跑美容院 做做医美 那个许总太太 她不就是做医美的吗 你可别瞎调整啊 你这自然点挺好的 自然是最美的 你也洗了 不管你怎么想 我都会为了这份感情坚持到底 不管结果如何 至少日后回想的时候 我不会后悔 你给我过来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不是你搞的鬼 你什么意思 不是你搞的鬼 魏总他为什么会知道我怀孕的事 他把我调离了亚凡的项目 从明天起 我就要被调去战略创新部 你误会我了 我这么跟魏总说 那是在对你负责 对这个项目负责 项目组工作压力那么大 肯定会影响你的身体状况 你现在情况特殊不是吗 你会那么好心 你怕不是担心 我挡了你的升官发财路吧 我只说了我的顾虑 那决策都是魏总做的呀 你再说了我的顾虑也是实际情况 这个项目也关系到 我和明博的个人负责 也关系到我自己的个人前途 我现在确实也需要一个 能抗能打的帮手呀 你几个意思啊 所以我也只能跟你说对不起了 行不行 你给我回来 各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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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有话要说 我们方舟的单子 今天有拜托各位了 谢杯酒 谢高利季 各位 各位 价格上方舟肯定会带做一些让步的 大家都这么熟了 今天就当给这些面子 给我的面扛好 给我的面子 面子嘛 来 好不好 都在这儿了 我们这些好朋友啊 最看重的就是勤奋 今天就看你勤奋到不到位了 来 没错啊 来 这杯酒我弟转一车了啊 来 不是 来 来 来 这杯酒 我干了 好 加油 再来一个 好 好的 哎 你谁啊 你爸来了 这听谁啊 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 爸 说什么 大姨 来来来 张曼你 张曼你 好好走路 我整这个样子呢 走好走 我的女儿 你妈妈和我 同享就惯着你 宠着你 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你 就是不想让你有半定调的委屈 可你看看你自己 你现在把自己造得成什么样子了 爸 妈 你们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你 你还要什么 我想要爱 我想要很多很多的爱 你们从小就把我扔到国外 我要的爱 你们给过我吗 可是他能给我 我也没他能给我 那你就心甘情愿地 当人家的小三 你 嘉义 爸爸妈妈是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但是无论如何 你和卫明的事 肯定是大错特错呀 就算是错 也让我一直错下去 爸 妈 我爱卫明 我真的爱他 我不能没有他 你疯了 女儿 你疯了 来来 你坐下 坐下 妈 我跟你说真的 我爱你 你真是疯了 我这女儿了 我知道 现在是你最难的时候 但是时间可以治愈一切 我和你爸爸都给你安排好了 去美国 再读个硕士学位 明天一早的飞机 我哪儿都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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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疯了 你给我听着 你明天早上必须走 要不然的话 我会让卫明从方舟滚蛋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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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早上必须走 你明天早上必须走 要不然的话 我会让卫明从方舟滚蛋 你 你 我 你要这样 你每次都这样 你为什么 你要真敢这么做 我立马把我爱上威宾的身上 帮助几条件子 你完全崩了你 我就是崩了 我爱威宾 阿姨 你让她走 不要 让她走 不行 别碰我 小姨 可能我们之间 就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你还要躲我躲到什么时候 为什么你就是不敢承认 你对我的感情 为什么你就是没有有技术爱我 可是我为了你 已经和全世界都眷恋了 卫明 你是个胆小鬼 我恨你 媳妇已经洗好了 我特地选择了一件衬衣 作为谢礼 相信你会喜欢的 衣服这么皱了 不然换上吧 怎么样 挺合适的 真帅 所以 你是喜欢我的 对不对 你是爱我的 对不对 是 你 你早点休息 我先走了 卫明 我绝对不会再放开你 我爱你 我爱你 起来了 我刚刚看时间早 没叫醒你 早餐我点好了 胃没有不舒服吧 有柠檬水 昨天我喝多了 不管发生什么 你都不用放在心上 那你的意思是 昨天晚上你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情 我都不要当真 不是 你不要觉得我有压力 尴尬 才故意这么说 佳怡 谢谢你 是因为你 让我看清楚了我自己的内心 你的坚持 才让我们两个人彼此没有错过 跟你的勇气相比 我就是一个胆小鬼 可是从今天开始 我会对我们的未来负责 你说的是真的吗 接下来的每一天 我都让你 不真实地想活在童话故事里 但是我们的生活 肯定会遇到很多阻碍 你得做好准备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不怕 我看我们的房子 免受押金的 你好 我们的房子 了解一下 谢谢 你好 谢谢 特别好的 这个我们 这上面 不管是交通出行 桌边配套都是特别齐全的 小海 就随时联系我就好了 我的电话就在这儿 乖乖 这孩子跟小海长得一模一样 前方入口 右转 执行八百五十 可以不写 可以不写 你哪写大哥了 你这哪写大哥了 你这哪写了 只要这个图片上有的样子 我们交房就是这样的 小海 就我别吃饭 我跟你送粉丝肉去 是的 是的 这样你们稍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什么话说 你到底没有租租房子 你 我问了你 您服务人确定是在磐石 通过正式的照片考核进入了 只是因为现在缺乏工作经验 所以目前只能从事一些 基础性的工作 魏总 您看乃宝跟 台湿里边打声招呼 给点照顾 不需要 魏总 我先忙工作了 傀儊 show me 帮你 咱 Hammer 好 dan 我就知道在我最难的时候 只有你在帮我 那我去安排后续谈判 还有合作落地的具体事宜了 好 介义 你的付出我一直看到眼里 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会好好地回报你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你 完整 全部的你 大家想喝什么 我请客 谢谢 谢谢 客气 咱们 birthday 有我在ください 你想想把肯定 在衣斡的时候 即erweise 那就 Clay 女士 早派 跟特殊 威罗 阿花 在吗 我 祂 football 电视 店面都是这个宫那个总的 一张口就是几亿的大买卖 你呀 你得妈妈进去转一转 开开眼呗 我拍拍照片发发朋友圈 让他们那些人羡慕一下嘛 不是发朋友圈的事情 妈 这 这里面是单位 它不是公园 它不是想继续看就继续看的 那所有人都想进来看就进来看 那我们还怎么上班呢 对不对 妈 是这样 你实在无聊 你看 从这儿能看到那个电视塔是不是 我给你转钱 你不要省钱 咱打个车去 好好的玩一天好不好 去拍拍照发个朋友圈是不是 给你转啊 来来 妈 粉筋肉 粉筋肉 好好好 注意安全啊 走了 走了 电视塔 喂 喂 姐 我要不是有一个客户 刚好在设计院 今天能把你带进去 你今天等着火星撞地球吧你 我知道了 你今日的大恩大德 我一定会报到你的 那不是不报 时候会到 好吧 你说的报是报应的报吧 我告诉你 要报应也先报应你 怎么报应我 请姐弟你说话这么难听的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敢给我挖坑 我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都说出来 行 那我想想办法 尽快把妈弄回老家 把楼闷着 好了 挂了 不是 头下来怎么着 你不在啊 我知道正好有根皮筋 你用吧 你这还挺别致 谢谢啊 不客气 不客气 江启 魏总找你 现在吗 对 帮我拿一下 谢谢啊 最近有很多同事 都在投诉 你工作态度消极 这也是你一贯存在的问题 之前我让明雪跟你 沟通过很多次 也没有什么成效 我考虑了一下 韩石的合作 你先放一放 去支援其他项目组 公司正好现在疯传 说磐石的合作是因为你 才签下来的 你现在调走 正好避险 魏总 您这就是过河拆桥呗 我们跟磐石的合作 还是有很多后绩症的 陈诚天天在外面抹黑 说磐石是因为算法上有迫 才肯让架的 我也是你脑门的官司 既然和磐石的合作 含金量大大降低了 过河拆不拆桥也没那么重要 我明白了 我愿意配合公司的调度 那你尽快 把手头上工作交接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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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爹 我们刚刚在附近一起办事 就过来了 怎么了 你好 你喜欢喝酒吗 喝酒 好 好 魏铭 把我踢出了磐石的项目 这签约酒会才过去几天呀 他就原形毕露了 他明明知道你有磐石这个靠山 怎么还敢这样呢 那是因为 他有了新的靠山 今天我在公司 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小艾斯办公桌上 有一个GM酒店的护理套装 比他的身份和他的生活习惯 是不可能用那个的 只有一种解释 他昨天晚上住在酒店 他和魏铭 已经正式在一起了 按理说我应该咬牙切齿才对吧 但是我怎么突然对这个黄佳怡 产生了一点同情心呢 同情 你还是同情同情你自己吧 以魏铭斯的身份和他的个性 小三这个身份 他是不可能忍多久的 所以 魏铭应该马上就会主动替离婚了 主动与被动听起来心之事有一点不同 但是 我们只要拿到我们该要的利益 就不算输 其实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站出来 垂死为命或内出轨的证据 这样 您也就省了很多的麻烦 你好不容易才有新的生活 不能再让过去的事情影响你 可是我就是做错了事情呀 不管因为什么 都是我对不起你在线 都过去了 从在婚姻里 出现第一私不是开始 我就已经在一点一点地 为离婚做准备了 从心理上 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建设 未明没有察觉之前 我就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 这个婚姻 主动全在我手里 所以这一仗 我一定会打得漂漂亮亮的 慢点 小心点 我刚跟你说以后你慢点 没事 没事 走路以后看着点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过婚姻 你就是过婚姻 别报警 别报警 无辜袭击他人 扰乱社会治安 警察来了直接就有 她是我妈 谁 我妈 你走 就那个女的 长得那么丑 怎么比得上你呢 房东那边还是绝境不足了 喜儿 喜儿 你为啥抓不住呢 妈妈妈 你说说你 来来来 你听我说话 你拉我开心 你松手 你松手 林双是我 对不起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倒是你欠 你是我妈 那怎么了 没有谁应该为别人的人生负责 就算是你妈一样 我以前也跟你想的一样 我觉得人生 只要我自己够努力 我一定可以摆脱我弟和我妈 可是后来我明白一道理 人的出生是不一样的 无论我再怎么努力 我都无法消除 我从来都不像自己的名字那样 拥有过任何一段喜欢的时光 我的人生 没有从来一次的机会 你是不可以选择自己的出生 但是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现在 我们两个不一样 我们两个不一样 你从小出生在达城市 又是独生女 你的父母知书达理 给你最好的生活和教育 就算你身处逆境 你也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不像我 从小生活在烂泥堆里 我在老家过得好好的 跑这儿来收信 不行 雷霜 你给我说清楚 我先不跟你说 你给我说清楚 江西 你咋那么傻呢 你说那个顾总 他又是老总 钱又挣得好多好多的 你咋抓不住啊 让那个女的抓住 你说你这个孩子 妈 儿子 你不知道 我知道 就是那个新闻上的照片嘛 你几个顾总 我没看住 什么叫不是这回事啊 你放手 别吵我呀 我这里 有五万块钱 如果你愿意回家 这里面的五万块钱 就都是你的了 你们给我发的那套房子的视频 我看不过了 很满意 价格也能接受 你们就直接签合同走流程吧 好 好 刚当上VP 就开始买买买了 那我这买买买 也是买我们的房子 准确地说 是为你买的吧 那套房子的位置 在黄金海岸线上 每间房子我看到的 都是无敌的海景 我记得你说过 你喜欢海 你好有心机 我所有的心机 都是爱你的心意 阿姨 佳姨呢 妈 对 阿姨 你先出去 我有话 想跟嘉怡单独聊一聊 姐 你妈我已经送上车了 好 刚刚你那五万块钱是 那是我留着买房子的钱 现在全部给他了 从今天开始啊 我又要从头开始了 姐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 江海 你知道吗 我每年过生日的时候 都会许一个厌望 我希望你和妈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在我的生命当中 这一切好像就像梦一样 我一阵夜 这一切都消失了 对不起 二姐 过去二十多年 确实是我给你添堵了 不过你放心 我现在已经开始努力了 之前欠你的那些 我慢慢地我都会还给你 真的 你审审吧 你要是对我好 就离我远一点 你等着 我已经开始努力了 过不了多久 我就会成就一番事业 让你们所有的人刮目相看 你真是太不像话了 好好的有家不回 你跟一个有父之父住在一起 你真的很过分 妈 你不用担心 卫明跟我保证了 他会对我负责任的 那你自己呢 都想清楚了吗 嗯 虽说卫明是个VP 可方舟的VP大大小小有十几个 我听说 他们家就是个开小卖部的 那跟我们家比起来 那差距不是一点点的 我知道 你们现在年轻人 讲究恋爱自由 不讲什么 门不当户不对的 但是佳怡啊 门不当户不对的背后 就是三观的天差地别 爱上一个人容易 可要在一起生活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只要我爱卫明 那些都不是问题 你听我现在 我现在跟你讲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点点 一句话 但是当事情一桩桩 一件件都摆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就小得厉害了 那也是我自己的事 就算以后真遇到什么难事 我也绝不来麻烦你们 我们终究是你的父母 你爸爸说的那些 无非就是一些计划 你再怎么作天作地 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 最愿意为你无条件考虑的人 也就是你父母了 卫明能抛弃 妻子跟你在一起 说不定今天卫明的老婆 就是明天的你 妈 你别这么说 我一定会幸福的 你去把她叫进来 你去把她叫进来 安逸 我知道 这件事情是我做得不好 我们也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 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 祝福 不可能 要求倒是有一个 离开佳怡 离开佳怡 像你这种人 也只能偏偏像佳怡这样单纯的女孩 总有一天 佳怡会为她今天的无知付出代价 你也一样 早晚会有抱抱的 妈 安逸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你的情绪 我也是有孩子的人 你给我点时间 我会证明给你看 你们好自为之吧 走 你在这里 你看 我已经看了你 我今天很久没有哄古咕这样睡觉了 也有些谁 你以前好像很久没有哄古咕这样睡觉了 之前都是邓阿姨哄我睡觉的 对不起啊 妈妈最近有点忙 你最近好像特别爱她气 是不是生果果气了 怎么会呢 果果这么乖 那也不是工作上的事 妈妈到底遇到什么难题了 你怎么知道不是工作上的事 因为如果是工作上的事 妈妈肯定每天在帮补功课 但是这次 妈妈却只知道愁眉苦脸 姑姑啊 能通风努力解决的事情啊 都是容易的 但是人生 有很多很多的难题 就算你想要努力 好像都找不到方向 这么难 嗯 但不光是妈妈 连江喜爱因也是这样的 她家的试卷都好难好的 但是结果不重要 重要的是态度啊 就算你这次输了 但是你要把困难 踩在脚下的勇气 也就是算赢了一半了 这都谁教你的 曾家俩说的呀 我的妈妈是最伴的妈妈 我的女儿也是最伴的女儿 是她的 我去尝试了 词词 什么事 我去尝试的 我看什么事 了 就不是只能舍责走 我去尝试的 电影 的 把你拿着 我说了 我어서早点 六百多万 想要悄无声息地转移出去 是不可能的 他一定会在某些地方 留下竹子马迹 魏总 提车手续都已经办完了 车主按照您的意思 留的是您父亲的名字 辛苦了 明伯 应该的 老爷子一直说名下没个车 所以这次啊 就写他名字了 难得魏总那么有孝心 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 恭喜魏总喜提爱车 谢谢啊 应该的 我刚刚一路上开过来 力量感 速度感 确实都是一流的 设计 性能也都是顶级的 我一路上开过来 所有的路人都在扭头看 特别有面子 还是魏总有品味啊 就是这个车 有点太贵了 你现在开什么车啊 我 我就骑个小摩托 上下班嘛 经济有环保 但是还没有买车的打算 以前我和你一样 经济实用是首先考虑的标准 所以我买这辆车 钱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它能不能和我的地位 身份还有气质相匹配 你在不同阶段 你身边的东西就要和你相衬 如果过时了 千万别可惜啊 该换就得换 丁伯 看得出来 你有野心 有欲望 好好努力 向上爬 魏总 你那车钥匙 你看 魏总 这边请 顾总 昨天安了那几下还好吧 那两个药挺快用的 没事抹点吧 没事 不就被推了几下吗 不至于 之前你为了帮江西 下了那么大的血管 现在倒好 一是搭上了我的情侣 二是你还平白无故地造人误会 即便这样 你也毫不计较 我倒是越发好奇 你跟江西之间的关系了 顾总 那上班时间把我叫进来 不会就是为了看我笑话 外加八卦吧 当然不是 你这两个月表现非常出色 公司对你提出表扬 决定提前给你转正 还要给你一次历练的机会 刘拉 你带林霜去见一下思思 了解一下爱宝的项目 参与进去 好的 顾总 这边请 沙唯 安静的太阳 博然 风尘 他总挂着泪痕 独自欣赏晨昏 经过 我数好奇的路人 谁都不忍心前去过问 清茶的眼神 透着一丝冰冷 遇见的他呀 那么深刻 他擦干了泪痕 却转瞬有褪色 生命中看似清净的人 请别有脸熄目光心疼 爱上的眼神 透着一种坚韧 泪泛着斑驳 慢慢的微光 享受着太阳 赐予的温暖 他沿着遗憾 黄黄的落下 去拥抱脸上 释然的笑话 她出现 她向前 她空缺 她去天 她看见 她对变 她不屑 陪她共勉 泪发着斑驳 慢慢的微光 享受着太阳 赐予的温暖 她沿着遗憾 黄黄的落下 却拥抱脸上 湿热的笑话 她出现 她向前 她空缺 她去天 她看见 她蜕变 她不屑 她梦 她们 她会